您好 欢迎收看1月6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首先带您来看到台东县政府推动太平溪 右岸一路通的计划 打造便利的网路 书写大丰地区 以及市区的连外交通 全线长9.5公里 从新峰里桥到太平桥 6号开通了南王桥到台11线的路段 至于最后一段第一铁路桥到康乐桥段 预计将会在年底完工通车 从南王桥出发 一路穿越日光桥底 光明社区通到马兰桥 路线几乎是直接贯穿 抵达市区 行车感受上不但宽敞通畅 也避开了以往拥塞的路段 缩短民众在就学通勤 甚至就医的车程时间 中心路人多 路又不会很宽 所以就要绕很久 从这边开通以后到马街医院不到几分钟 这个是他们的救命的路 全潮9.5公里的太平溪右岸一路通计划 从新峰桥到太平桥 对于疏解市区及大峰地区连外交通 有很大的注意 台东县政府采取分段施工 上游1.7公里日光桥到南王桥段 花费两年时间打通 6号开放通行 民众今后就可以直接从南王桥一路通道 台11线路段 纵长约6.5公里 而沿线也打造河堤步道 提供休闲游戏 那这个6.5公里 其实为我们台东市区 创造了非常好的清水空间 民众的休闲空间 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路边的整理 也提高了我们周边土地的利用 自从有这个铁道以后 我们常常来这边运动 都没有机车 没有什么车子很安全之外 它很多树 可以让我们走这条路有分多斤 太平溪又按一路通工程 市区大部分路段已经开放通行 最后一段第一铁路桥到康勒桥段 以平交衔接 并设置左转专用道 预计将在年底完工后 全线通车 一路带动地方发展 近下站会台东市报道